拿就是这个包裹 我拿到这个包裹都惊呆了 这个鱼苗拿一个泡沫箱运过来的 而且这个泡沫箱还是密封的 那这个鱼苗会不会有问题呢 赶紧拆开看一下 哦原来鱼苗 看到没 是这样装的 哦我看到了一个 这一个好像有一个不行的 这个是鲫鱼苗 这个是泥鱼苗 哇泥鱼还是活蹦乱跳的 可以可以拆两条进去 哦它旁边还放了一个冰袋 这样的话这个水就不会太热 这种打包方式还是很专业的 现在我就把它们拿出来养 大家看到没 它用这个袋子的话 这上面就有充足的氧气给它们 不过这个氧气也是有限的 所以赶紧给它拆出来 哦哇有一股恶臭 有一些的话可能都已经 给它拆了 把这种死了的给它捞出来 哦这个还没死呢 晕了 这个泥鱼的生命力还是很强的 但是这个寂寅的话就没那么强 死了两条 看一下可能还有 这一条 哦活的 晕了 OK再给它们蒸一下氧 我把它们搬到这个阳台上面来了 因为它们要在这里过渡一阵子 那个水池的话还没有抽水消毒 蒸氧棒就是这个 这个蒸氧棒它的功率是非常低的 只需要四瓦 可能开一天的话只需要几毛钱 在这个水里面加了这个蒸氧棒 就可以让这个死水变成活水了 这个鱼啊有充足的氧蒜就能长得更好 现在我就把它装起来 我买的这个是双孔的 这样的话它的这个蒸氧就会更多 用的面积就可以更大一些 我先把这个止水阀给它装好 防止这个水逆流 在这里剪一段 再来装这一个气泡石 这个气泡石是扔在这个水里面 产生这个氧气的 装在这一头 擦擦电 试一下效果 怎么没反应 这个机器是在动的 难道是这样的吗 这鱼都跑到这边来了 但是看不到这个气泡网位 我看一下说明书了 我看了一下 好像是我这个法给它装反了 现在给它换一面 两个都换好了 现在再擦电看一下 对对对 所以这样就没问题了 这样才是正确的 不用这么大 就小一点 这边是最小的 感觉这个鱼瞬间就有了活力 那个泥球也不装死了 也不浮在表面了 得给它们早点吃的才行 现在赶紧去把它们把这个 大池塘给换水消毒 早点租上大房子 现在就来把这个池子里的水 全部清掉 我打算用这个水棒把这个水抽出来 这样会更快 这么好的水就这样流走了 不过不怕 马上就要下雨了 又可以接到很多雨水 这个边上我用这个夹子给它稍微夹住一点 这个边上这样夹了一下之后 是不是整齐多了 这个水抽了一瓦工夫 就抽掉了一大半 再稍微等一下就要抽干了 快抽干了 这个底下的水已经抽不出来了 那我就挖 它挖出来 这个底下的水也清的差不多了 清出了很多这个绿藻 赶紧给它撒点石灰消消毒 马上就要下大雨了 这个是我在这个网上买的石灰 就要下雨了 石灰已经全部撒好了 现在也下雨了 先让它杀杀菌 到时候再给它饮水